诶 当年你那首歌被我们熟悉就是94年对吧 是 洪汤哥94年你在做什么 1994年 那时候刚刚去仁义嘛 刚刚到仁义 对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大街小巷都有一首歌呀 太熟悉了 那首歌你会唱吗 你让我哥夸我了 你让他唱两句 举起了这杯酒 哥 吸眼错了 我吸眼错了 你的歌 他的歌 我跟他看 我跟他看我看我举起的 这杯刚才的歌 我说都是94年 对 94年 对对对 朝花夕时北中酒 只有一个年 起高了 又起高了 又起高了 我哥唱歌 他得照着那个卡罗K拿的 没问题 但是我在想啊 你当年这首歌 就是一出来啊 给我们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感觉就挺有文化呀 这歌 你想我们那个 那时候刚刚出道才已经红了嘛 是啊是啊 那已经大龙大死了 没想到 那那那时候可不是吗 那时候 这这首歌是谁帮你写的呀 冯小全 这是我当年清歌赛选的一首歌 我不是清歌赛选的一首歌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州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